昨晚坐夜大巴来到了东京 一大早先吃早饭 晚上在大巴上也没怎么休息 路过这个网吧 真想进去睡一觉 六个小时一百块 没想到网吧还客满 上午酒店也不能入住 来到了旁边的上野公园 这里有个星巴克进去看看 二十多 点了杯饮料坐这里休息一下 屋外有只小狗在活蹦乱跳的 看着看着竟然困了 竟然在沙发上睡了一觉 竟然瞇了一个小时 又点了一份饮料和汉堡 这是上野公园的星巴克 好火 在这 我在这差不多待了三个多小时 这个是上野公园4月1号 带大家看一看 跟我前几天来的有什么不同 上野公园的樱花节要维持一周 都快结束了 樱花还没有完全开 有半价了 小吃半价 可能快结束了吧 我真便宜 三百 可是我吃饱了 你看它这个 在这上摆了好多桌子 坐在这场地上吃 坐在这场地上吃 去年的时候 东京的樱花这时候已经快卸了 而今年这里的一些樱花刚刚开 开了百分之十了 而这条最重要的樱花大道竟然还没有开 有些单株的开花了 上野公园正门这棵樱花树算开得不错 这棵应该算是垂樱 算是比较早开的 不少游客在这里拍张照 就算是欣赏了东京的樱花 估计不少游客都是3月20几号就来东京赏樱了 结果待了一周啥都没看见 很多人戏称这叫樱花难民 看这些树 都是刚开 当地预测的话 今年东京的樱花 最佳时间是6号 就是这周末 而且周六好像天气也不错 现在刚属于开花状态 所以一般开花状态一起来 一周的时间是属于最佳期 所以今年目前提测是4月6号那一天 不错 那时候应该这个公园的樱花大道的樱花 基本是属于满开 因为东京的很多赏樱地都不是盛化器 所以干脆回酒店补觉休息一下 下午 睡了两多小时 傍晚出来 想去看个夜景 本来想去新宿医院 但听说那里的夜景不好看 于是又来到了旁边的上野公园 感觉晚上比白天漂亮多了 因为上野公园这周有点灯活动 我让我看一点 这上野也叫上野恩赐公园 简称上野公园 这应该是天皇恩赐的一个公园 这个公园以前也是皇家园林 后来恩赐给当地管理部门 灯亮起来 看这广场上 一大堆的小灯笼 逛一逛这个樱花大道的夜景 这时候天空的颜色非常漂亮 配上樱花大道的小红灯笼 非常好看 还竟然发现了很多樱花 白天都没有注意 我发现了很多小红灯笼 没想到我们的带来 这边的小红灯笼 最后有点高红灯笼 是最高红灯笼 这边的小红灯笼 还得很高红灯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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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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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